《海上絲綢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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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講幾件古代的《海上絲綢之路》 歷史上的一些事情 我隨便講幾點 第一個就是 不同的時代 《海上絲綢之路》的性質很不同 不同裏面有三個很重要的內容 第一個是國家的政策 國家的角色 基本上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朝供貿易 是否貿易其實很難講 因為那些朝供品 是不是商品 其實都不是商品 我們暫時可以不要講它 因為現在都沒有朝供這件事 第二就是民間貿易 民間貿易政府的政策有兩類 第一是開放 所以開放是很重要的 如果政府不開放 民間做貿易就照做 不過就變成走私 走私當然不太好 就是犯法 旅途就衍生很多問題 很多時候海盜就是這樣 以前說倭寇 倭寇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到國外一開放 那些倭寇就不見了 其實那些是做生意 你不讓他們做生意 就變成倭寇 所以這個又是一種 另外一種當然是海禁 以前很多時候國家 就是不讓人去做貿易 你去的時候就犯法 就很嚴刑進發去對付 這個都是不同時代 就有不同的政策 在宋代和元代 基本上就比較開放 民間出去做貿易的時候 就不是很犯法 不過你最重要 都是有人走私 不過就是流稅 那些走私就是流稅 就是你要打稅 是讓你去做 所以這個國家開放就很重要 我覺得國家政策非常重要 以前國家直接參與貿易的 任務都有 但是就不是很大規模 不是政府大量去做貿易的 比較少 朝供貿易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個 鄭和西洋 大家都知道 那些就是朝供貿易 鄭和不是去做生意的 鄭和是拿一些很漂亮的青花池 那些是送給人的 那些不是 那些是送給人的 那些是送給人的 那些不是送給人的 那些你當是貿易 其實不是貿易 其實不是貿易 只是交換而已 交換禮物的 但是呢 除了他把一些很漂亮的瓷器 什麼都好 那些絲綢的東西 送給別人的國家 就叫人來朝供 因為鄭和的船隊 在說二萬多人 每個人 我們昨天說的叫水貨客 個個都做水貨 實際上都是民間貿易 不過這個也不是很公開 但是個個都是做水貨 那裏當然會造成很多貿易 但是這些都不是很正規 或者是 證明華西洋七次 七次都沒有 所以變成政府在這裏 以前的反應角色不大 那問題就是 民間什麼人去做呢 大中小企業家都有 小的呢 即是做買賣 有 即是賺少錢 或者大家夾少錢 這樣又可以走一旅 又可以做 那有些呢 就是一個大的商家 可以有八十條船 那這些就 大 即是企業經營都有 那其他那些可能一條船 那裡就有幾十個到幾百個小商人 那大家每人挑幾扇東西 又可以做買賣 所以這些其實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做的 貿易的內容其實很關鍵 因為你這樣說 最重要的內容 內容是什麼呢 如果一路到唐 漢到唐 中國的輸出的東西 以絲綢為主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入口 入口那些是什麼來的呢 是香藥 香料 即是沉香、乳香 那些龍鹽香 那些東西入到中國很貴 所以其實那些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出口呢 當然有些絲綢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那個絲綢究竟是 具體去到哪裏 量是多少 其實都看不到 因為絲綢通常來說 就不見了影 從宋代開始 中國出口的野女頭 開始轉變 轉變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 叫做工業製成本 工業製成本 最重要的是陶瓷 宋代有很多陶瓷出口 其實唐代都有些陶瓷出口 但是到了宋代有大量出口 明清以後都有很多陶瓷出口 所以陶瓷就變成中國出口的一個很重要 講陶瓷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陶瓷的生產不是簡單的 燒一個妖 在說二、三萬個 杯胎放進去燒 那你一個人 一天做到幾多個杯胎放進去 你又不可以去太遠 所以你可以想而知 這種陶瓷出口 是造成地方上面很多的回應 就是說海外貿易和地方的生產 這種你當作是手工業生產 是配合的 所以帶動地方經濟 所以貿易就不是轉口 所以我這個叫做出口貿易 以前絲綢那些很多都是轉口貿易的 在海港有些人來到 在其他地方找了一些絲綢 絲綢都不在那個地方出口 你去廣州出口 廣州不做絲綢 在其他地方做的 做完之後就運到廣州 接著出口 鄉若進來 經過廣州的那個 接著去 那幾個轉口貿易商 就已經壟斷了 地方的人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這種就是轉口貿易 真正帶動地方經濟 就要有地方的生產 有生產就要出口 所以這個是從宋代開始 就會見到比較清楚 最重要的東西 最初就是陶瓷 去到元代後期到明代 另外一樣東西更重要出來 就是棉布 棉花造的棉布 這東西跟絲綢不同 因為絲綢通常是貴的 是奢侈品來的 開外市場很窄 但是你去到棉布的時候 棉布當然是有些精品 但是大部分的棉布 就是普通人用的 所以在海外的市場 用到棉布的就很多 所以市場轉變了 陶瓷最初都是有些精品的陶瓷 給海外那些王公王孫族用的 但是後來那些陶瓷 就慢慢就 我們叫做仿製品 仿製品便便宜很多 仿製品以前沒有copyright 就是仿製品 仿製品出口便便宜很多 接著慢慢做到很多 大量出口的東西 就是一般人都可以用 所以變成市場不同了 生產不同了 影響到棉布的生產 後來明清的時候 在長港三個州 大量生產棉布 轉口貿易和出口貿易 是一個很重要的分別 分別在哪裏呢 我自己覺得就是 出口貿易 就是持份者多了 轉口貿易 持份者便少了 持份者多 社會裡頭能得益的人便多了 不只是一小脫人得益 這個呢 貿易的性質便不同了 第三個我想說 很簡單 就是 做了商業的事都要講信用 在國內做貿易 大家都是中國人 大家講中國話 以前就叫大家信 都是大家講儒家 不講儒家 講佛教 講道教 就是大家的文化一樣 語言差不多都可以溝通一下 謊言不行 不過中文寫出來一樣 這樣講信用都難 你去外國那個人 跟你語言都不同 他跟你講信用又多難 但是以前 就是這麼多中國商人在外國 做這麼多生意 大中小商人 他在外國和那些 外國的大中小商人做生意的時候 他要不要講信用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回應 我剛才講的問 就是文藝復興的問題 我的研究 我會覺得 我會看到證據 就是其實中國商人在外國 很講信用 你不去那邊不講信用別人 就不要跟你做買賣 有很多的例子 譬如說 在原末清初的時候 在太創 即現在上海的長三角 地方有些記載 有些人說 就說 有兩個轉 就是商人的轉 有兩個商人說很厲害 地方上的人說 這些商人是很無犯的商人 你不講信用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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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講信用別人